肺水肿的原因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王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呼吸科主人医师 肺水肿和肺气肿就不一样了 顾名思义肺水肿就是肺里的水增多了 那什么原因会引起肺里的水增多了呢 首先可以是肺部自己本身的原因 包括一些物理化学的因素 包括感染的因素 物理化学的因素呢 包括缺氧啊或者一些毒物毒气的吸入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中毒啊 一些吸入一些有刺激性的化学的东西 会引起肺的这种损伤 然后出现了一些肾粗增多 就引起肺水肿了 另外呢还有一些包括感染的因素 也会引起肺水肿 因为肺的血管的通肉性的增加 然后引起肺水肿 还有一些呢是因为心脏的因素 我们知道心脏是一个泵 然后它右心呢就会泵到肺里面 当心衰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一些肺水肿 肺里的水增多了 引起肺水肿 鼻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